原因應該是這樣 就是說因為你要切過來這邊 然後並且把公式填上去 那填上去呢 因為它可能需要有一個運算時間 所以它變成說它一邊又要運算 一邊又要畫那個畫面 所以變成說兩邊 其實對於那個CPU的運算 它會有衝突 所以變成說呢 如果假設說你不希望說 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它會有殘影的這種問題發生的話 那其實有個簡單的解決方法 就是說你可以怎麼樣 不要讓那個畫面 因為你一邊又要運算 然後你一邊又要更新那個畫面 其實會造成就是說呢 殘影的問題發生 所以簡單要不就是怎麼樣 運算一定要的 因為你一定要幫我做黑名單篩選 並且把資料篩選的結果摳過來 但是你畫面要不要更新 其實不必要 因為你按下去 你不用一定要讓我看到那個 切過去的那個畫面 所以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假設不希望看到那個殘影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那個黑名單篩選聚集的 這個第一行的地方 可以跟它講說 你不要幫我更新那個畫面 因為我只要你幫我把結果摳過來就好了 那只是說你要怎麼樣讓那個 Excel知道說呢 你畫面不用更新那個訊息 那將來如果說你假設要設定 有關那個 Excel相關的這個畫面更新的設定也好 那你可以記得有個物件 叫Application Application 這個物件呢 其實指的就是Excel本身 OK 那物件點 當然確定要拼對字 如果你拼錯的話呢 其實很簡單判斷的方法 就是你按下點的時候 如果你按下點 假如說呢 它有這個清單出現的話 那表示說你這個字沒拼錯 可是如果你拼的時候 發現奇怪為什麼點下去 按這個點 奇怪它沒有一個下拉清單的話 那很有可能就是你字拼錯了 那這個Application指的就Excel本身 OK Excel本身就Application 那Application其實管的事情還蠻多的 其中的話它管的就是 比如說其中有一個畫面要不要更新的話 其實也是它管的 OK 那它的畫面更新 那我怎麼知道畫面更新是哪一個設定值 哪一個屬性 那其實很簡單嘛 畫面更新 因為它這個英文其實我覺得取得還蠻直覺的 畫面的話是Screen 所以你大概打一個S 其實理論上就出現了 這邊有一個屬性 其實就一個設定 這個設定的話呢 它的名稱有沒有 應該可以理解吧 ScreenUpdating 畫面要不要更新 StateUpdate 就這一個 那你把它點兩下 那後面的話 因為我要關閉 關閉的話其實你後面加個等號就可以了 等於的話 它就會重新傳遞一個設定值給這個屬性 那當然我不要的話 Tree的話 預設好像是Tree 那如果不要的話很簡單 你就把它改成False 不要更新 這樣就OK了 所以如果你加了這個跟沒加 其實最後的差異 應該就是在那個畫面有沒有 會不會有閃 這個閃動的狀態 那其實會有閃動狀態的話 主要還是因為 就是會有一個Selate的動作 其實Selate其實就是會有切換的動作 那只要有切換動作的話 Essel都會幫你重新繪製那個畫面 那如果繪製畫面來不及 就會產生那個有一點殘隱的感覺 所以你只要加這個敘述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沒有那個問題發生了 所以我把它加了這個 試試看 我點一下看看 你會發現有沒有好一點 有沒有 它其實不會去畫那個有沒有 所以也就是它不更新 但是只是把資料倒過來而已 OK 好 那所以再加一個這個敘述的話 就簡單的 它就畫面感覺更專業 不然的話 你如果變成剛剛用錄製劇集 沒有加那個感覺好像 奇怪 你這個程式是不是壞掉 還怎麼樣 OK 所以加了之後 感覺會讓這個效果更加的 感覺好像更順 OK 那一樣 如果像這個 黑名單篩選VBA 會不會有同樣的問題 我看一下 好像也會 有沒有 它其實因為只要select 它就會有這個問題 那怎麼辦呢 一樣的道理 我們一樣就是在把這一行 Ctrl C 然後貼到那個什麼 反正以後呢 你只要遇到類似的狀況 就是把它加一個 Updating等於False 這樣就OK了 所以我把它加這一行上去 然後試一下 好像問題就解決了 OK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這個ScreenUpdating 如果你加了之後 另外衍生出來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的執行效率 突然間變得比較好 我試過 之前好像如果你有Updating的話 它可能 比如說原來可能跑個2秒鐘 那如果你把它那個畫面更新關掉的話 可能就變1.5秒了 OK 可能相對會執行效率會稍微好一點點 當然你說老師那差0.5秒有什麼差呢 可是問題如果將來你要執行的資料量更龐大的時候 那當然差一點點就感覺就會越明顯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這個更新的部分再把它加上 所以今天的作業 基本上就是請各位 第一個 利用錄製聚集 把這功能錄下來 然後產生這個按鈕 第二個的話就清除 第三個按鈕就是 這個黑名單篩選VBA部分 OK 那今天練習主要就是 一樣延伸那個 這個conif這個函數 所以conif其實非常好用 另外的話還有篩選功能 這個篩選功能也非常的重要 那因為我們後面 其實剩下的這個 我剛看了一下形勢力 好像形勢力好像就是 剩兩個禮拜 在最後一個 這個6月7號好像這一週就是期末考週了 時間真的太有點快 我們其實上的週數其實都被限制了 不過 所以啦 期末這一週的話 那可能你們還是要就是 提前先準備一下 就是有關期末報告的部分 期末報告的部分我前面有講過幾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說 你可以從那個期中報告去延伸 但是延伸的內容部分 最重要就是說 你必須要加上VBA的部分 因為期中報告部分 我不要求一定要VBA 當然你說老師我VBA還是不行 沒關係 你用錄製聚集沒關係 其實錄製聚集或VBA都可以 但如果說你假設 你就是程度好一點同學 你可以自己像我們今天有沒有 可以用自己寫的方式 寫出VBA 或者說老師我想兩個都 呈現出來 當然可以啦 如果你假設你能力比較不OK的同學 沒關係 你就是用錄製聚集 也有程式部分 那也OK 然後第一個方向是你可以從期中報告衍生 第二個方向就是你可以另外再找一個新的題材 重新開始 但是一樣我希望裡面可以最重要看到的還是把那個 就是 Excel的函數 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然後再加上聚集錄製 再加上VBA這部分 然後做一個 這個題材 就是你找一個你比較有興趣的一個題目 做一個統計分析的一個結果呈現 OK 好那請各位試著把剛剛的部分先做個Ending 然後並且再思考一下那個期末的部分 因為這學期其實算起來還蠻快的 因為剩下只有三週的時間 那就到期末了 OK